继续来关注无证一名时报广场袭净案 一名涉嫌在时报广场袭击两名纽约警察 并在没有交保释金的情况下被释放的无证一名 现在又涉嫌参与了周二晚上皇后区 梅西百货发生的一起抢劫案 警方正在寻找这名男子 纽约警方正在调查戈麦斯伊兹奎尔是否属于一个团伙 该团伙涉嫌从爱姆赫斯特的购物中心 昆斯桑特莫偷窃并袭击了一名保安和几名高级执法官员 警方消询是称监控录像显示梅西百货案件当中 一名染着金色头发的嫌疑人 看起来与1月27号涉嫌参与时报广场袭击的一名男子的形象相符 纽约警方正在调查19岁的戈麦斯伊兹奎尔是否与这起抢劫案件有关 纽约警方表示这群嫌疑人试图偷窃商品 并对一名试图阻止他们的执法人员拳打脚踢 这群人随后逃跑 在时报广场事件当中被捕 并被指控的四名移民被释放之后 迈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受到了批评 根据成交部门网站和一名高级执法官员的说法 与时报广场案有关的唯一名被命令交保释金的移民 于周二获得保释 来自委内瑞纳的移民约亨利·布里托被控袭击罪 以1.5万元的现金保释金被关押 目前尚不清楚保释金由谁缴纳 据两名熟悉此案的执法官员说 同样在周二 另外两名在时报广场案当中被指控的移民 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在民事移民居留中心被捕 警方最初声明称 华雷斯和阿罗查两人与其他被释放的移民一起乘坐大巴 逃往加州 这一说法引发了全国的强烈抗议 因为地检官布拉格在不要求保释金的情况之下释放了他们 根据布拉格的说法 仔细查看视频之后发现这两人当时在场 但没有袭击警察 据其戈麦斯伊斯规尔也在那两巴士上 这些被告定于2月16号返回法庭 周二早上 另一名为涉及透露姓名的时报广场嫌疑人在布朗市被捕 检察官上周对他提出了指控但在起诉书当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未满18岁 三名高级官员说当警察周二早上执行布朗市的逮捕令时发现 华雷斯和阿罗查在同一套公寓里 据信总共有11人参与了对警察的袭击 可败